黃溪雕是使用魚子葉,它冰冬融食為最大中 不過在台南,就有一個年輕的魚面養點號 在七個應用到海水融食的方式來使用黃溪雕 跟傳統吃海水融食出來的黃溪雕有不同的口感 雖然海水融食的融食期比較長 但是肉質比較疲倦,是很多民眾最喜歡的魚 在這裡有聽過的蜂頭嗎? 蜂頭是一種可以吃的魚,主要有一個在冰冬 不過在台南,有一個魚面,叫做養點號 也在七個餘殖幫頭,特別是,它是用海水來餘殖 跟一般但海水餘殖的魚也有不同的地方 雖然海水的餘殖期比較長,不過肉質也是相對比較好吃 黃溪雕台灣最大的養殖區應該是在屏東 那我們這邊會養黃溪雕的原因是 就是當它是一個輔助的工作魚種 然後因為它跟蝦子混養的時候 就是它會把生病的蝦子吃掉 所以進而就是讓我們的蝦子 就是跟水底保持就是更乾淨這樣子 雖然養點號也分享在我們養殖 榜頭上面也有些比較困難的地方 比我們榜頭更簡單,生鑽生糖 因此,特別像海水流進去水底裡 過了以後更應付養殖的豬子,配備感染 它養殖上面的困難度是 它比較容易種寄生蟲 所以在水質的控制跟蝦子的維持 就要比較下功夫 因為我們這邊砂質地 所以它的通透性比較好 所以也會使用就是 因為我們這邊會自然趕草 水體會隨著長退草增減 所以就利用這個砂質地的特性去 去淨換水 等於一個砂濾的作用 因為台湖是沿海地區 都是因此海水流進 因此吃出來的榜頭的肉質特別好吃 我現在在尤其的梅中 也是網路上換水 有幸福的民眾 後來可以購買 找來自七國的榜頭看看 記得再會 郭伯義七國區彩虹報道